我們題目再看一下 這題就是現在有個正方形 那我把它旋轉 旋轉之後呢 把它頂點貼到這條線 這條怎樣的線呢 這條是那個 Y等於2X的線 所以原本這個 邊長是10嘛 所以轉上來之後 就轉到這裡 想問這裡 這樣一轉它會轉多高 這裡的高度是多少 好 好 那 要算高度 你看一下 它其實這邊 其實如果只可以知道這個角度 就可以知道這個高度 因為這裡如果是1 這裡如果是1 那這個Y 就是叫做 以這個β來說 斜邊為1的高 就叫做 怎麼三角算數呢 斜邊為1的高 就是 斜邊為1的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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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其實 斜邊為1的高 是多少 可是 斜邊為1的高 它是來自於哪裡呢 它是把它旋轉出來的 它轉了一個這麼大的角 它這裡就是說 我們去看 Beta其實是被 這裡跟這裡 夾出來的 這個角就是 α α 我們待會兒要說 這個角是 這裡剛好是 對角線切一半 就是45度 所以說我們的Beta 我們的Beta 這裡最難看的就在這邊 它是α-45度 那α有多大呢 α事實上是怎樣 α是在這個 y等2s的線 y等2s的線 它是說怎樣 它是說 x等1的時候 y是2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 1比2 根據必是定理 是根號5 所以 α是怎樣 α就是這個角 所以 所以一個角大小 我們現在就是說 可以用sine來描述 也可以用cos來描述 用sine來描述 就叫做 斜分之高 是根號5分之2 那cos呢 對 就是 根號5分之1 那我們現在要知道 β是α-這個 但是用sine跟cos描述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利用 合角公式 對 所以是sineβ 就等於sine的α填量45度 所以它就會變成 sine和角 sine-co sineα就是 根號5分之2 然後cos45就是 cos45是根號2分之1 sine-co 然後 sine的時候 sine的時候 這裡就 sine是兩個一樣的 sine-co sine-cos 所以是co sine45也是根號2分之1 所以這樣一減 就是那個 根號10分之1 然後 有理化就是變成 十分之更號10 然後 這裡才會更好10 這裡才會更好10 這裡才是十分之更好10 好 那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這 這題的 以後會用的概念 不是這題怎麼做 是以後會用的概念 第一個 第一個重點 你要求高度 求高度 實際上是要用那個 要用sineβ 就是要知道這個角 求高度會想到角 這是很難想的地方 我覺得這比較難想 對 那這更難想 就是說 之前我們講角的大小 都是用那個 就是 什麼sine多少或幾度 這裡是用一條線 這是一個 很新鮮的地方 就是我們人心技能 原來講一個邪律 事實上就跟我們講這裡幾度 這是α 這是第二點 好 第三點 就是 原來你看 β等α-45 可是在sine-cos的語言裡面 我們就要利用到 合腳公司 這樣就可以去套出來 OK